中眉頭身所來到醫療站看診 神情臉色似乎相當不適 北市市林區西山里 十一號晚間突然傳出多例 急性腸胃炎 初估影響人數已經超過百人 腸胃就是不舒服 就是一直拉肚子這樣子 持續大概二到三天左右 好像滿多人都有這樣子 類似的症狀這樣 最近這幾天 一個禮拜左右 北市衛生局第一時間派員機查 並在鄰近的陽明院區 設置特別門診 同時進駐西山里 設置臨時醫療站 台水也緊急設立四個取水點 供民眾應急 衛生局初步懷疑 極有可能是震災過後 山上化糞汁破裂 進而導致溪流的水源 找到污染 懷疑是水源的問題 因為我們西山里 湖源比較廣 上吐下穴 對就是這個水源區的人 比較多 台北市長蔣萬安 第一時間已發文關切 不過眼下保齡食安風波 還沒落幕 卻又爆出水源污染 只盼市府盡快查明真相 才能還給市民安全的生活環境 敬事務黃奇昂 余家瑋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